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教學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非常流行的技巧,拖飄 其實建議大家在學習拖飄之前 我們先將你自己的基本功,就是所謂的最佳化 練熟之後,我們再來學習拖飄 一來是你對飄移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了 二來你最佳化做得好,你的拖飄才會拖得快,拖得有效率 螢幕上方也會有連結,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最佳化教學 那麼在進入拖飄教學之前 我們先來講一下它的起源 其實早在SR時期,就已經有所謂的拖飄了 只是當時,我們不稱它為拖飄 叫做把甩尾延長 那為什麼要甩尾延長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要把氣擠滿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為了防止爆氣 特別是在團體賽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範例 大家注意一下這一彎 拉長 因為這一彎結束的時候,車輛是處在一個非常低速的狀態 然後在開氣再接下一彎的時候 正常的急抽車子是抽不滿氣的 因此才必須要將甩尾延長 以獲得我們需要的一顆氣量 再看一次 再來 就是所謂的防止爆氣 我們用九代車來舉個例子 大家注意一下這兩彎 看出什麼端倪嗎? 過完這一彎的時候 車子氣量是 兩顆的喔 那麼正常 假設正常甩尾的話 大概到這個位置吧 你的甩尾就已經結束了 那同時 你的兩顆氣 還有一顆沒開掉 你又再擠一顆氣的話 等於說是白擠了 因此將飄移給延長 然後再接一顆氣 同樣是兩顆 主要是這兩個用途喔 那麼 我們正式來進入 今天的脫飄教學喔 脫飄呢 顧名思義 就是把甩尾給延長喔 就是 一直拉 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所以才會叫拖飄嘛 對不對 那麼 怎麼可以拖法呢 蠻簡單的 其實就只是 單純的一直點方向鍵而已喔 就是一般的單噴 然後開始拖 注意一下這邊喔 我做的就只有一直點左 左左左左左一直按 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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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而已喔 拖飄就是這麼簡單 一直按 拖拖拖拉 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一直拖一直拖 沒錯就是如此 大家其實可以不用把它想的太難 那要怎麼拖 怎麼拖才會快 怎麼拖會變慢 其實它的原理跟連噴有一點類似 我們注意一下 當你點的頻率越慢 每一次按鍵盤按壓的時間越長的話 那你會拖得越慢 我們再看一下 同時大家可以發現 你拖得越慢 車子會越 往彎道的內側偏去 大家有注意到什麼變化了嗎 拖快的時候 按壓的頻率是很快的 再看一下 注意看這裡 一直按一直按 那拖 拖得越快 其實會越容易斷胎 所以大家 在練習的時候要注意一下這一點 那麼剛剛所講到的 拖得越慢 你的車子會往彎道內側 拖得越快 另外呢 車子會往外偏 那你要怎麼過彎 第一個就是要自己去抓 入彎點 就是所謂的最佳路線 然後第二個呢 是 主要就是考驗到你自己 的反應跟空彎 如果你發現你的入彎點不對了 然後 車子又想貼內的話 這時候你就必須 讓將車子拖得慢一點 以維持在彎道的內側 簡單講原理是如此 那實際上到底要怎麼應用 還是必須靠大家去體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開氣的狀況 在講開氣之前 要破除大家一個迷思 很多人會說 脫飄其實 不用做反胎 但是又有人說 要做反胎 那到底要不要做呢 其實沒有固定的答案 每一個 我看過很多教學的影片 有的說要做 那有一些高手 也說不用做 其實兩者都是通用的 兩者都拖得起來 那怎麼拖才快呢 這個老實講 必須自己去摸索 因為 脫飄這種東西 其實你說它稱它為 一個技巧 它算是一個技巧 但是它不像 單噴 雙噴 連噴 段位 那樣子 它有固定的指法 它的指法其實是不固定的 它會隨著 如同剛剛講的 隨著你過彎的時候 你發現 車子有點外偏了 或是說 車子有點向內 要把它拉到外面一點 會隨著 過彎的 情況的不同 去做不一樣的指法 應用 因此 大家 脫飄在練習的時候 建議大家 抓準 自己 比較熟悉的方式去 就可以了 那這邊我簡單示範一下 有做反胎的拖飄 一樣是做的起來 大家注意看 我都是左甩 那我也會按 右鍵 反胎了 這時候車頭已經朝右 但是我已經做反胎了 可是我還是拖得起來 這個不是 抱歉 有有有有 再看一次 一樣是拖得起來 只是它相對的會比較容易失敗而已 但是不代表說拖不起來 然後也有人會說 在拖的過程呢 是不是不能按反向鍵 其實是可以按的 但是 就是 就成為大家熟悉的 你按反向鍵 D 通常按反向鍵 就是要結束這個拖飄 但是不代表它不能按 它一樣是拖得起來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都會按 大家注意看一下這兩邊 那拖飄要結束 就像剛剛講的 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 按反向鍵就可以了 看一次喔 看一次喔 然後第二個就是 所謂的做段位 那要做段位呢 還是說做 單純的反向鍵 或者是用小飄 反向的小飄把它點掉 這三種結束方式 要怎麼用 就看你過彎的時候 兩個彎之間你要怎麼去過度喔 如果大家不懂的話 其實直接參考 高手的影片就可以了喔 剛剛都是沒開啟的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 開啟的狀態 是怎麼樣的喔 都是一樣喔 這邊補充一點題外話喔 因為我在錄製的時候 是用兩個軟體分別去錄的喔 一個用Flobs 錄音視窗化的遊戲 那另外一隻要用Bandycam 錄製所謂的 那個叫什麼 鍵盤喔 所以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會發現 兩邊的畫面好像對不太起來喔 他是用直母畫面 好 題外話結束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投票的話 基本上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讓大家看一下 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喔 其實他也不算特別 大家有沒有發現 奇怪 已經撞牆了 為什麼還能單噴 你要問我怎麼做到 我只能說靠感覺喔 陳如剛剛一開始的 反飄 到這邊 撞牆還能單噴喔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很奇怪怎麼做到 其實 反飄 包含剛剛 撞牆的單噴 然後還有拖飄 這幾項技巧 他是 也 比較抽象的一個東西喔 那你要做到 怎麼做到呢 很難用 清楚的方法跟大家說 那簡單來講 回歸到原本喔 第一 你進門工一定要夠熟 你才做得出來 第二 你對飄移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了 那 總歸來說呢 就是熟能生巧 那 那 所有的技巧 都已經教給大家 包含所謂的 路線的掌控 怎麼拖 怎麼拖的快 怎麼拖的慢 然後應用到實際的彎道上 實戰上 要怎麼去反應喔 這些 全部都必須靠大家自己去熟悉喔 不可能 一一的去教大家喔 那建議大家 多多的摸索 多多的練習 然後熟了之後 應用到賽道上 然後 加以變化 越練越熟之後 脫飄自然就會 是你一項非常 對你來說 可能會認為是一項非常簡單的一項技巧喔 那麼 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此為了 結束 謝謝大家